哈囉大家好 我是秀斯張佳穎 下列的狀況大家會不會遇到 有時候呢 或是前面突然被Q上台 又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 非常重要的人 非常重視的人 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想要拿出最好的儀態 但是呢 我們平常玩要駝背習慣了嘛 在我們重要場合 需要太多挺鬆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過分挺立 這個時候呢 非常不自然 又或者是駝背這麼駝習慣了 真的是立不起來 也真的是很奇怪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非常好用的妙招 這一招呢 可以男性的在我們需要 抬頭挺胸的時候呢 正確的抬頭挺胸 請大家跟我一起做 將肩膀向後繞一個圓圈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後面的這個蝴蝶骨 它是向內靠攏的哦 如果沒有向內靠攏的時候 它是這樣撐開 甚至有些人的蠔頭呢 是往外踏的 向後繞 蝴蝶骨靠攏以後呢 正面就會呈現一個比較標準的站姿 當然我們也不需要站那麼直挺挺的 也挺奇怪的 我們可以這樣子搭著 膠握 呈現出比較自然的狀態 那以上呢跟大家分享囉 希望你們會用得到